同学您好 欢迎你来到北京成语灵感国际教育的网络课堂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SAT数学 那SAT数学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有一些题目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同学做起来错误率比较高 那么其中多项式的题目 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做起来不是那么有把握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做一道多项式的题目 引领大家来开阔大家的思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屏幕上面有这一道题 说if the expression 3x48减2x平方减3除以x加2 is written in the equivalent form a加b b除以x加2 what is the value of b 他要求b的值 那么按照他的这个意思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说把这个等式可以写成这个 就是3x的四次方减去2 x的平方减3 然后除以就是x加2 他说is written in the equivalent form 什么equivalent就是说等于是吧 等于a加上就是x加2分之b 应该是这个意思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左右都乘以x加2 那么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右边就变成了什么呀 这个3x的四次方减去2x的平方 减3等于a乘以一个x加2 再加上一个b 是吧 可是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what is the value of b 是吧 他要求b的值 那么现在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link这个部分等于如果等于0的话 那么如果是等于0 就是x等于负2 那么这个我们右左边的这个值把负2带进去 就是x等于负2的时候 那么这个左边的值不就等于b了吗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部分等于0了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把x等于负2带到左边的四次 带到3x减4 然后减2x平方减3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3括号 负2的括号的四四方 减去2括号 这个负2括号的这个平方 再减去3 是不是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最后得的结果呢 应该是等于37 所以呢 b呢 对吧 应该等于37 好 那有的同学会觉得 那这个 在这个等式里面的话 我们知道x加2等于和这个 它是一个分母 那么不能等于0呢 不能就是x加2不能等于0 所以x不能等于负2啊 但是我们说是在这个 这个 以x加2为分母的十字里面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十字里面 就是说我们已经把它划成这个十字了 就是说 a等于 a括号 乘以x加2再加上b的话呢 那么那x加2呢 就已经不是分母了 所以刚才那个条件就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只要使得这个x加2等于0 那么也就是a乘以0 那么等于0的话 那么x等于负2 那么就得出一个b的值了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做出来了 是不是 OK